其實問題都不在我們 超級男人身上 就是想要問一下評審老師 就你們是到底是怎麼在評的 你現在沒有辦法搞懂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這話的意思就是 我覺得如果以一般人的耳朵 來聽的話 其實剛才藍姐也是唱得很不錯的 但是卻被你們評得一文不值 那我覺得雨休呢 雖然是唱的其實 就是他也許有那個感情 blah... 但是他真的就是 我本身音準也不好 我覺得我唱痴心絕對 可能也會比雨休要好聽一些 真的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你剛剛提到一般人的耳朵 對啊 如果一般耳朵 那就請他們 請你們大家就坐這邊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平手 我們不是一般人 原來... 但是怎麼可以平得 讓人覺得這麼不公平的感覺呢 我覺得不會啊 剛才這些同學們 裡面還是有一些人 他們還是聽他的感... 聽他唱歌 他們還是很有感覺的 常態 好 那從哪裡去了 所以再度中斷 平常都是斯文仁的阿雅和王志平老師 顯然以竭盡所能 要製造對立衝突 但超人們卻感受不深 事不關己 拿不出勇氣 現在製作人臨時加碼 情商李宗霖的經紀人 參與這場勇氣考驗計畫 而來不及被通知的主持人和評審 即將與超人們共同面對 突如其來的發飆咆哮啦 是 是 李宗霖他真的練了很多次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沒有練習 對 是 我不知道你沒有練習 不要出來 眼見情況不對 王志平老師快速離開攝影棚 而李宗霖的經紀人 則是把炮猴轉向之前 建議李宗霖唱歌 感情可以再更投入一點的 王晴怡 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不是妳 不是他 說妳 我剛剛不是說的 我剛剛不是說的 就是要說的 助理效果是這樣做的 他不在講我 這樣只有妳跟李宗霖的 不是妳 陳柏諺 或者他怪錯人 對啊 對 他根本就沒講過 我沒有講過 不要亂心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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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霖的經紀人 施喉公奏效 超人們哥哥感到不安 這時候 阿雅在對超人補刀 可愛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就是很難講 對 我覺得他們跟我們 真的沒有講過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一樣 對 多不可惡 今天是我露宿噴貝 露到最想哭的一次 真的 阿蘭姐 好 好 我真的覺得很不公平 我是不公平 還好啦 他們有沒有 他們人可以做 可是我們是跳跳 可以 好 但是他們會不一樣 對啊 可是他們又覺得我們是 故意跟他唱反調 這樣 但是最緊張就是 該拿出來 還要把它說出來 那可以叫我一碗一碗 不需要 不需要拿出來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也覺得蘭姐唱得很好 你也覺得蘭姐唱得很好 你也不差 你也不差 我媽很愛你 原來鬥 我不是說現在這一集 真的 很恐怖 我覺得就把他 就覺得怎麼樣 就把他說出來 好啦 我高跟鞋準備好了 我們只剩最後一個 對 我們最後一個好衰喔 衰哪 這個是啊 腕農嗎 腕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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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加油 老闆 你這麼哭 我也有哭了 加油 我是生酷來假酷 我生酷 人家欺負我們加賽哥 學主愛 攝影棚內情緒擠崩 李宗宜的經紀人加碼鬧場 現場速殺氣氛沉重 亞洲登場的吳腕農 還會有正常的表現嗎 但吳腕農在這可怕的氣氛下 卻更加賣力的演出 她最後的下場會是如何呢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 歌唱比賽的最後一位了 Superman 喝酒在暗地 對啊 這一位是Superwoman 我們對她有信心 歡迎胡穩了 再來 Bad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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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我不想走 你說的是我不想走 你說的是我從來不放手 Badboy 我不會在問為什麼 你不必再賓語奔波 我要找到這兩眼的口紅 Badboy 很可愛 受到一連串事件影響的吳婉農 強壓內心惶恐 在超人軍團的情意相挺下 一起裝嗨 完成了這段 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演出 可憐的超人們還不知道 其實今天節目最精采的表演 現在才要開始 很可愛 LONO 超超好的 超超好的 超好的 就是那個尾音 海峰超穩 那個尾音還有那個感覺 真的唱得超好的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唱跳真的很不容易 對啊 妳還都動來動去來 而且妳的整個音都還是很穩耶 說真的 做最後一棒出來 心情覺得怎麼樣 但是妳的表現真的很棒 當婉農要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點都不擔心 而且她剛剛的那個氣氛 整個是超有魅力的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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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耶 婉萱 太有舞台魅力 她一出場我就被她吸引住了 就心都要給她了 所以她是女的啦 來 問一下評審老師 這個年代如果還有工地秀的話 工地秀都出來 這是一個誇獎嗎 然後我覺得表演有很多種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突然有一種 看能不能跟Idle那個 孔慶祥的感覺 唱歌不像唱歌 跳舞不像跳舞 對 不知道在幹嘛 對 我們常說這個人做人 不拘小節 很大氣 酷這樣 我就這個性很酷 唱歌如果不拘小節 就有非常嚴重的問題了 OK 我們這位吳同學 Yeah 就有很嚴重的 不拘小節 這位吳同學呢 他有哪一個音樂是準的 他幾乎從老子偏低的 看起來好像是 看他的表演 OK 聽起來好像煞有模樣的 就是又唱又跳 OK 什麼節奏啊什麼都對 可是唱歌最重要真的是音準 然後最好笑的是 那邊所有的同學 你們在嗨什麼嗨啊 他唱這個樣子 你們還可以跟著這樣子 可是又不難聽 他唱得很好聽耶 對 同學的會游同學 她成功了啊 弄弄 Ник 對 對 光是這一點 對 我 就我可以認同特別聽他們講 就是說 外行的他 就是看熱鬧 我們是用很嚴格的方式 因為今天我們來的時候 這支單位交代我們要嚴格一點 我說那這樣會不會 造成他們心中有陰影 不管啊 如果真的為他們好的話 那我是覺得 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什麼都不行嘛 就是都不行啊 但是沒什麼好說了 那我也不知道今天叫我們來幹嘛 本來是叫我們說來 當評審然後好好的看 志平老師的發覺心 我們來幹嘛 就是老師剛剛說Pitch很重要 可是剛剛有時候Pitch也沒有很 很準 他剛剛說Pitch是一切 所以我想 問一下志平老師 沒有 沒有志平老師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誠懇 他的情感 是我們聽得到的 可是呢 在吳同學身上 既沒有Pitch也沒有情感 所以信你的意思 就是你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今天來這邊然後看大家的表演之後 你覺得就是 幾乎就沒有可以上台 好 同樂會嘛 同樂會啊 對啊 同樂會 你說你又專 今天是任務是專業的角度 那你就下來看同樂會 但是我們也希望你們可以開發的是有潛力的新人啊 有啊 我今天有看到一位有潛力的 老師眼光真好 不錯 既然兩位老師的眼光這麼特別的話 那就請你們兩位先慢慢錄 我也要想要去休息 學主愛 現在阿雅假裝負氣離開攝影棚 留下情緒 瀕臨風潰的超人們 與評審在宮裡大眼瞪小眼 如此失控的場面 最後該如何收拾 學主愛 阿雅姐加油 阿雅姐姐加油 好 現在準備 預備 五 四 三 二 是的 今天Superman的歌唱大賽 已經到一段落了 那麼最終呢 我們還是要選出冠軍 要知道冠軍是誰 在選出冠軍之前呢 也想要聽聽Superman的心聲 是 來 問一下你們覺得誰唱得最好呢 或者是縱觀今天整個比賽有什麼感想 妳又有話要說是不是 黃婷 我覺得其實今天每個人都有 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 今天大家都 很做自己 然後 其實大家都表現得不錯 沒錯 許潔青 老師覺得宇秀也不錯 我覺得都不錯 可是呢我心中永遠支持藍姐 因為她唱得真的太好聽了 謝謝 Yeah 還有沒有誰想要說什麼的 有沒有 來 宣豪 我覺得啊 今天就是當作一個經驗 然後我覺得他們其實都已經努力的準備了 那就把自己就是不足的地方再補足 然後往下一步邁進 Superman Yeah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請兩位評審來為我們公布今天的歌唱盃冠軍 是哪一位Superman呢 是的 優勢的冠軍可以得到我們的超人S獎章 一張抵十張 好 那我來公布一下 第一位呢是 7號 曾奕如 恭喜奕如 恭喜曾奕如 恭喜奕如 第二位是9號 王婷怡 王婷怡 請來 東奸 第三位呢是10號 林怡蓁 歡迎怡蓁 歡迎怡蓁 大家現在整個頭上應該都畫滿了問號吧 來 覺得Why 是不是呢 好 那我們現在呢要請 志平老師跟信呢 信老師可以為我們頒發 Super S 獎章 加油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呢 他們三位呢最有正義感 最有資格當我們的Super Super什麼 Supervisor Superman 各位Superman們 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們經過設計的騙局 你們最騙了 那請問這要貼在哪裡 你貼在額頭上嗎 貼在額頭上 貼在額頭上 都可以貼搶 貼在哪裡 貼在哪裡 貼在頭上 拜託我們要多用心啊 你有看過兩位老師 對啊 你有看過志平老師跟信 在節目上這麼忌懷討厭的嗎 只要在我們校園 Superman 我們就是要測試誰最有正義感 然後再上DCR環境 誰敢出頭 今天要選的其實是最有正義感 最熱血的Superman 就是這三位了 就是這三位 但是我覺得四位呢 就後面唱歌 四位應該得最有勇氣獎 真的 因為呢 口頭加冥一下 老師這樣如此扮黑臉 你們都還是從頭到尾 把他表現得很好 今天要非常謝謝兩位辛苦的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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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成功了 做事起吧 成功了 經過今天的勇氣大考驗之後 我們終於明白 在這個世界上 還是有許多超人 願意為正義發聲 為真理而戰 而在場的Superman們 請你們保持著仗義直言的精神 讓這世界更美好吧 張浩璇他這個牆頭草 說好吃好 他公司平老師很棒 你是不是有了 張浩璇拿下來 張浩璇 他真的是講很肉快 張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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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牆頭草的嗎 張浩璇 沒有馬力的 那都是真話好不好 我講的都是真話 我真的覺得其實都還不錯 可是單就歌唱技巧來講 其他三個都贏了 可是以真誠度來講 我真的覺得 那個誰 就是那個誰 那個誰 劉宇 劉宇 真的 但是歌唱技巧真的 其他三個很好 對喔 我不是牆頭草好不好 超人難忘情人禮物 千奇百怪 超瞎超感人 他寫了整整八頁的情書給我 他可能覺得海綿寶寶在我的 臀部上面會比較俏皮 還有心機禮物 男方別有用心 他還在送我這個禮物的時候 他已經好看了 他還叫我手 大概會要分手 其實你跟他分了也是OK的 真的 明天晚上10點 Channel V 校園Superma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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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